谢我什么 谢谢你愿意在我身边 蔡阿姨说我很有福气 那你觉得呢 我当然觉得我有福气了 南初 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 其实你 喜欢的 是你脑海里用五年时间 勾勒出来的那个完美形象 但那个人不一定是我 这个问题呢 之前西姑也问过我一次 但是当时我没有想好 所以就没有回答 那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我承认 这五年 我脑子里一直都有一个影子 但那不关爱情 更多的是一种依赖和敬仰 当我确定那个影子是你的时候 我内心的喜悦巨大到无以复加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早在知道真相之前 我就喜欢你 我喜欢的 是真真实实 站在我面前的你 我喜欢的 țurni 打扎 你 我 我 你 你会因为我害怕就跟我分手吗 那我们学舞蹈的 每年都有因为意外而高位劫瘫的 那大家还是坚持下来了呀 这交通事故每天都有 难道大家就不出门了 我们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 哪一个会先来 干吗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犹豫不决啊 我只是想 你能考虑清楚 想明白 那你呢 确定好了吗 明天上午你有空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先回去吧 梦露 我建议法 我建议法 是 今天 我们在此 沉痛悼念 在南丸岗特大爆炸事故中 英勇牺牲的消防指战员们 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 奉献了自己年轻而又辉煌的生命 英灵不灭 好气永存 我们将铭记 每一张逝去的笑脸 延续责任和担当的精神 这是他们刻骨铭心的信念 也是后辈 永至难忘的封碑 他们将生命让给了我们 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中 建立 哈 走 田车 和平年代 消防员就是最危险的职业之一 南南港爆炸那天 其实我们也是跟死人擦肩人过 我们能活下来 并不是因为 我们的个人技能比他们强 而是因为我们去得晚 但就算这样 郑刚也失去了一条腿 每一位烈士背后 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 孟芝在当大队长的时候 总是说训练多流汗 战时少流血 后来我当战长了 也总是把这话挂在嘴边 我相信 以后我的徒弟代行人的时候 也一定会这么说 但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 不管你平时训练多么艰苦 多么拼命 在面对灾难的时候 我们也只是血肉之躯 谁都不能避免死亡 南初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 是想让你再好好想一想 我想好了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跟我在一起的日子 一定是聚少离多 那我更要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你也要随时做好 成为猎鼠的准备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 万一你真的牺牲了 我也能好好照顾自己 我从小就是一个人生活 早就习惯了 有时候 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我明白 我都知道 我不需要你成为所有人的英雄 你去守护此方平安 我会守护你 南初 南初 我上一次在国旗下宣誓的时候 是我刚加入消防的时候 我志愿加入 国家消防救援队伍 对党忠诚 纪律言明 赴汤蹈火 结成为民 坚决做到 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克尽职守 苦练本领 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 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 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是我对国家的承诺 现在 是我对你的承诺